同样火气很大来看到这名乘客他搭的是捷运 搭捷运强调是分秒必争 悠悠卡公司就推出号称可以8秒完成加值的新代加值机 不过有赶时间乘客就投诉说 这机器太啰嗦了 他足足花了20秒钟让他一肚子火 赶赶赶上下班通勤的捷运组每天都是分秒必争 但遇到加值却只能干着急 悠悠卡公司宣称只需要8秒钟就可以完成的单抽加值机 怎么会卡卡的 记者实际测量从选择服务项目到最后提醒民众 正在加值不要移动 左花费的时间大约12秒 担心我们动作不够快再度测量一次 几个步骤下来还是需要12秒 不太相信 我觉得我需要加的时候机器方便就好了 我可能不会特别挑什么地方 没有比较省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步骤 都已经要加值了还得点选下一步 民众抱怨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强调单抽加值机比放入多张照片还要省时 是相对比较快 悠卡公司设想许多操作步骤 这番美意对于赶时间的乘客来说却不太实际 直播新闻陈俊杰胡佳珍台北采访报道